机型大型 机腿 新一门中机型有踩机步 走机步 机腿 留机腿 机步点腿等盘法 但少有人知大型为机腿 其他出事皆为小型 新一门中对隐传的大型机腿的练法逆不外宣 为什么? 因为机腿的细练非常简单 行踩步 推双掌 掌根高 略过棋 这样的机腿一学就会 因其结构简单 结构越简化 越易出功效 机腿制简 一升内功 双手前推 左右用力平顺 而十二正经左右平衡 机腿双手反复前推 移动气脉 正应和十二正经左右 奇迹运行 所以机腿极易打通十二正经 太极双掌推年一升内功 八卦双岸掌一升内功 与机腿一剪 而升内功 同合天地 制简大道 机腿另一重要性不可忽视 双掌齐出 左右容易协调一致 促成全身通火 松开骨缝 打通全身各处关节 便于内力发放时的流畅 机腿一旦打通了十二正经 内功日益加深 内在的功力与外在的活力 合为一体 于是练成了临近上身天地番 打遍天下老机型的高身武技 在新翼六合拳传承中 得机腿密售的传人极少 以致许多人都误把踩机步 当作机腿 据传李正前辈犯马 尾追马后的是机腿 而不是广为传说的踩机步 若用踩机步 需要单臂不停地上摇 贩马进行摆鱼礼 哪有这样的体力随马行摇动 所以 尾追马后必然采用双掌低推的机腿 这才符合李正途中行拳的事实 骨穿六合中 有踩机步 走机步 机腿 留机腿 机步点腿 这五式都练机腿 结构有其内涵 但哪一式是真正机腿 学心翼拳者知之甚少 心翼拳有身成六式的说法 这六式是机腿 龙身 雄绑 鹰桌 虎抱头 雷鹰 几乎所有的心翼拳训练体系 都是由机腿开始的 从武术的角度来说 手是刀枪 腿是战马 身体的稳定 靠腿支撑 动作的敏捷 靠腿完成 尽力的充足 靠腿帮扶 第一种练习法叫做错机步 它主要练习重心的转换 提高身体的稳定性 第二种练习法叫做溜机腿 它主要练习身体的敏捷度 第三种练习法叫做踩机步 它主要练习丹田的起落缩斩 含机步就是独立步 取含机蹲架的意向而成 它要求单腿独立 另一腿紧贴独立腿 脚与地面水平 脚尖略上翘 脚底离地面为一个大拇指的宽度 视为一寸 此为寸步 错机步就是脚跟离地距离不变 脚尖上翘 以刮地风的样子向前错出 尤其如刚错的含义 错之起也 脚踝相磨 错之落也 膝盖相磨 踩机步就是错机步结束 以后从脚跟道 脚尖慢慢地踩出 要体悟重心 从后脚到前脚的点滴变化 我们说的整径 有正身的整 也有侧身的整 正身的正以鼻尖 脚尖 手尖为三肩罩 走人体正中线 侧身的整以鼻尖 肩尖 脚尖为三肩罩 走人体的侧中线 正身的整 静法为顺中求逆之法 侧身的整 静法为逆中求顺之法 无论正身法 还是侧身法 终结必须中正 错肌部练习的就是正身法 通过错肌部的训练 我们的身体长而稳定 然后可以求敏捷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练习 留肌腿 留肌腿的练习法 最重要的就是上身取侧身法 手脚取偶不相合的方法 骑程式类似龙形大批的弱势 以肩领身 以大拇指领近 步伐自然 大步向前行走 以敏捷速度为要 切记上半身不许晃动 练习敏捷以后 身体也走开了 我们可以练习踩肌部 此踩肌部分为起落二式 起式缩身 全身缩成一团 单腿独立 稀有上瘾之势 摩膝而出 落身全身展开 有一身全落之翼 在体前踩出 坐此踩肌部 以单田起落为动力源 以开六合为身法 有理称外抱 外援内方的含义 磁采肌部 也是心一拳的 单田宫练习 至于肌部练习 有高 中 低价 只是功力高低不同 熟练层度有所不同罢了 其核心的练习要点 不能变 失约 掩饰玄明镜 手势如一钩 单田扬稳固 身是压海舟 好 好 好